黑色轎车三更半夜街头狂飙 换个角度仔细看 车还一度偏离车道 跨越中线逆向行驶 不到几秒钟的时间 监视器影像出现电线垂掉 因为路边电线感当场被撞断 车户车赶到现场一片混乱 除了肇事驾驶 还有一名遭中的男骑士 爬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疫情盖直接被撞开 车体零件散落一地 已经看不出车头样貌 这连挡风玻璃也全都碎成蜘蛛网状 这期死亡车祸发生在二号凌晨一点多 张华一名二十六岁成姓女驾驶 不但久后驾车 更在大村乡三角路逆向行驶 一面撞上骑乘机车的 三十岁送信男一公后 再撞断电线杆 不只导致送男伤终不治 车祸还造成附近五百户人家大停电 张华一言处一早立刻前往抢搜 不过因为要更换电线杆 还必须要把电线全都卸下 成了浩大工程 不过回忆起凌晨事故 也让附近住户心有余悉 招式驾驶轴测值居然高达 1.07毫克 自己则是右脚骨折 紧急送移治疗 酒后脚先上路 不止自己受伤更赔上一条人命 靖新闻黄玉廷吴国一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靖好新闻